大家好 我是虹傻 那今天呢一樣也是這一集最新的陣容 是混世世侯 那他對決的呢會是兩種版本 第一種呢是一氣三清 那也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世侯的運作 其實這一版的話 這個羊霸的世侯我覺得已經是很強了 有魯術 特曹仁 然後分傷諸葛戈 魚番 然後並且他還有 世侯最大的硬傷 我覺得就是他沒有高昂 那彌夫人呢就可以補足了這一點 那可能會有人說 世侯好像就是很耐打 然後沒有攻擊的招數 其實世侯就是用耐打反傷出名的 那對方打不死 其實你光靠魚番都可以把對面給打死 齁 齁你看像剛剛龐統發了一個大招 結果有一些人有反傷的 龐統直接自己暴斃齁 那王元姬也是自己暴斃齁 所以我會覺得世侯 只要有彌夫人或者你要怎麼樣去改善他的硬傷 就是他會被暈眩 之後齁 很難打死 那就會是其他人的惡夢 好齁 再讓我換下一篇下一個陣容 齁那剛剛齁是一氣三星對世侯 那這一次呢 這個陣容他是久居黃河陣 對上 世侯 齁一開始的時候還用觀潮齁 直接丟了一個戰力下去齁 然後馬術因為像這個時候齁 馬術 如果沒有彌夫人在的時候 對面就伺候就是直接被暈眩到爆了 但好時不時齁 這個揚霸的是有高昂的 所以馬術沒有用 靈筒沒有用 那暈眩也只能暈眩前面的齁 齁 齁所以真的 由此可以看來齁 高昂是真的是非常需要的陣容齁 有些人 還會希望是用 兩萬分去抽一隻彌夫人齁 所以那些用白嫖到彌夫人齁 要好好的去珍惜他 彌夫人真的是 在這幾版 負面的狀態啊 還有一些暈眩的陣容 的神靈組的時候 彌夫人的位置是更顯得重要 齁那你可以看到齁 魚帆就是很硬齁 然後對面啊 如果九屈陣啊 他打到一些反傷的角色的時候 還有可能自己死掉 加個數好了 齁魚帆 因為他只要隔擋了幾次之後 他的 傷害齁就會變成非常的變態齁 暴力 好 OK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裡 好那也謝謝大家的觀看囉 後面呢 大家好 又是我奶茶 今天呢來為大家帶來一首歌曲 我不要 看看 No 好 好 好